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林宝 我找陈林宝 我是他爱人 需要加强 陈总 您先生的电话 对不起 他在开会呢 不能接 喂 喂 请你找谁 找你们陈总 我们陈总今天不会客 什么不会客 今天不会客 别拦着我去 来 带你站住 来来来 我们不会客 我们今天不会客 你拦我干什么 你知道我谁会客 我们今天不会客 我说你不找你们董经理 陈林宝 我刚才说的这几点 大家看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陈林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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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t 陈林宝 陈林宝 陈林 陈林 本车 陈林 你公司有什么了不起呀 大公司我见过多了 你说哪根葱啊 陈领导 我告诉你 这个家你要是不要了 你跟我说一声 可是你要把我妈 气出个好歹来 我跟你没完 各位 总经理 一会儿有点事情要处理 今天的会议呢 就到这吧 三会儿去 想指挥什么 继续开会 你还站着干什么 过去吧 来 嘉莹啊 要不 你先到医院去看看吗 我在这儿陪嫂子 不 我也去医院 你现在去 恐怕 要不我和嘉莹先去吧 不 我要去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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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点了吗 我那外衣呢 你妈好多了 是不 就要回家了吗 走 家树还没来呢 走 妈 你看 妈 你干嘛去了 怎么才来啊 妈 我背着你 哦 不不不你起来 我能走 能走 来这边走吧 有 吴主任 您回家呀 您真有福气 只有金桶丁丁丁丁 您慢走 妈 妈 上车吧 我送您 家树 叫辆出租车去 妈 嫂子这不有车吗 咱们坐她车 是啊 去呗 要不 我的话 我的话你没听见 哦 小英 嗯 送吗 好 家树啊 你去吧 战友我和佳英呢 啊 去吧 我和佳英的妈去呢 主要是想让她跟妈解释一下 主要是想让她跟妈解释一下 解释什么呀 无话可说 家树哥也真是的 说别人不理解你 他总应该理解你 您这些日子为什么什么样呢 他也应该知道 嫂子 您也别真生气 您要气坏龙死怎么办 嫂子 自从我跟上您呢 真的我觉得我扬眉吐情 嫌出一片光明 如果您要信得过我 我为您呢 不会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真的 哎 我怎么听这话有点耳熟啊 是吗 谁说过 不是谁说过 好像是哪个电视剧里面的谁说过吧 是吗 我我没看过 我开个玩笑 我开个玩笑 不过雪俊啊 你这么一说 我信你的疏忽多呢 那点 那点 让我一口am 再问我 那些女便 呢 就是你 我出现的时候还没你呢 看门领 想住在这儿不回去了 我妈 你妈不用你管 再说还有佳英的 佳英也会下班 我跟你说 这家里没你的床 你还是早点回去 爸 老觉着自己人没用 我对你是不满意 一个男人 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首先是不能逃避 要勇于面对 可是你呢 我问过佳英啊 她说他们公司 现在正面临着发展的重要关头 林宝忙的是什么都顾不上 你说一个女人 又这么大摊事业 又在这么个关口上 你让她面面俱到的可能吗 如果她忽视了你 忽视了我妈 作为亲人 咱们应该体谅人家 爸 你别说了 我就这种事情 不知道该怎么办 还老碰着这种事情 大姐 回来了 我妈在帽上看到 对你们产品的介绍了 可以叫我去买 好啊 那你给她买着喝呀 挺好的 不过 你可一定到我们专门店来买 我们这儿没有假货 还能打折呢 那行 谢科长他没跟你一起啊 没有 他还没下班呢 他又上班了吗 怎么了 他一直没上班吗 您还不知道啊 机关改革 他那个科和其他部门 给合并了 好像还听说谢科长 被列在分流名单的第一名呢 这不 闲了都快一个多礼拜 小熊 阿姨 这些天 叔叔每天都上班吗 叔叔每天都跟您一起走 可是有时候很早就回来了 回来就睡觉 要不就看报纸 可不 有的时候 我提前回来 他也没在家呀 他有时候睡醒了 看见快下班了 就又上街去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明白 爸爸他没工作了 你怎么知道的 爸那天问我 灿灿 如果爸没工作了 你会瞧不起我吗 那你怎么说的 我说 那你可以去妈妈的单位工作啊 后来爸爸想了想 他说 他说 那样的话 妈妈会更吵不起爸爸的 我会把孩子们然后就开始 我讨订了 你不是这样的吗 你对我的